接下來的話我們再來看一下存檔 存檔我剛剛 反正就幾個步驟 第一個就是直接把剛剛這三行 所以這三行的Action 你就記得放一個地方 可以直接Ctrl-C有沒有 Ctrl-V OK 第二個的話把這個名稱改一下 不能叫剛剛一樣 叫Member 有沒有 底下rpt好了 當然你說老師 我是不是一定要存成.tsd 沒有啦 你要存點csv也可以 因為其實他都逗點嘛 所以你用csv打開 一樣就是兩個欄位 所以你們可以試著自己改改看 不一定要點tsd 點csv好了 他打開的話就是用Excel打開 csv 然後編碼方是記得 逗點那個什麼encoding等於不用加 你加了反而會變亂 為什麼 因為他預設就是ansi 因為我們在Windows底下 Windows底下就是ansi 或者你可以常看到BIG5 BIG5 OK 他就編碼的名稱 OK 那一樣有個s 所以這三行貼上改名稱 第二的話就是加一個s 那我為了要讓他可以串 所以我在for回圈上面 加一個s等於空的 也就是有點像宣告一個空的 s字串變數 那為什麼要這個s 因為我底下要必須在這個for回圈裡面 把資料丟進去給他 怎麼丟還記得 s大寫s等於s自己本身 串接什麼呢 串接這個print裡面的資料 所以 print底下就是這個東西貼上 把它貼過來 但是因為print本身 會有一個換行 所以再加上一個換行給他 換行反斜線n 好 這樣就ok了 所以其實理論上好像沒有太多修改的地方 所以如果要把它標準化流程的話 第一個 這三行 step1 第二個的話就是這個s 然後這個print下方的s 記得這邊要有一個換行 這個是step2 OK 這樣好像就ok了 所以如果要把你做完的東西 存檔成一個csv的話 那csv又跟ecell很接近 因為csv直接用ecell可以開 那不就解決了嗎 所以以後如果你有大量資料 你就把它丟進來 然後把它存檔 當然這個csv就很夠用了 OK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來亂亂看 執行看看 但一樣他會把它print 這沒有錯誤訊息 表示應該過了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我的根木屋底下 有沒有這個 member底線rpt 所以打開 c碟底下的python2024 有沒有一個叫member底線 有嗎 csv 不對 拍錯了 這個是member 應該是memberrpt這個 我把它在這裡 這個打開 看一下 兩欄十個 沒錯 ok 兩個欄位 然後十個資料 十個人的資料 但沒錯 所以其實要存成ecell 好像非常簡單耶 對不對 不過其實目前還是不是ecell 它的副檔名還是csv 所以待會兒的話呢 我們假設存完檔之後 我們接下來就要再來做一件事 我們真的把它存成ecell 所以如果要把它真的存成ecell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那我前面講過啦 為什麼不直接講ecell 因為ecell它需要額外的外掛 然後才可以寫到ecell 而且ecell 它的物件的架構 相對的會比文字蛋白的複雜 怎麼說呢 因為ecell的它的架構打開之後的話 它一個檔案的話呢 它叫做Wordbook Wordbook就是工作簿 所以一個檔案就是一個Wordbook 中文意思是叫工作簿 ok 然後工作簿裡面的話 還會有很多的工作表 有沒有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工作簿 這是第二個 這第三個 英文名稱叫Wordbook Wordbook 中文意思是叫工作簿 所以工作簿是最外稱 工作簿就是一頁一頁 有沒有 然後裡面當然還有所謂的 藍跟列 這個就應該是 它有個範圍 那每一個就是儲存格 所以呢 我們如果要把它存成ecell的話 可能需要有這些概念 什麼叫工作簿 什麼叫工作簿 有沒有 然後什麼叫儲存格 可能藍跟列這邊用不到 然後還有範圍 大概知道之後的話呢 後面我們大概再來看一下 那首先呢 如果我要把它存成ecell的話 那你需要做哪些事情 所以待會第一個請各位先幫我把 剛剛的這個 兩 兩欄資料 幫我把它存成 csv 好了 我剛剛是把這個地方存成csv 那等一下的話呢 我希望真正的就把它存成ecell檔案 因為我本來沒有打算這麼快講 不過常常就到這邊就同學就一直 是ecell 好啦 算了 我們乾脆 那 可是問題要把它存成ecell 其實還蠻多的方法 因為在pi上裡面支援很多的外掛 那外掛裡面的話 哪一個比較簡單 所以我幫各位找了一個 就是最簡單的應該就是叫 一個叫openpyxl的模組 那這個openpyxl的這個模組 它不是內建的 所以待會也許 如果假設你run這個範例程式的時候 可能會出現錯誤的話 那表示說你沒有裝這個模組 這個模組就是一個外掛 那為什麼要這個外掛呢 因為 Python沒有內建這個讀取功能 你變成要用這個外掛裡面提供的功能 才有辦法把資料寫到ecell 並且存成ecell檔案 所以待會我們再來講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剛剛的這個把它存檔 然後程式不多 就是兩個步驟 一個是存檔 一個是s 記得大小寫有差 所以我這邊s都是用大寫 要不要再用這個 然後再給大家看 我們有一個一招的 感谢观看